等于是,我希望可以把刚刚的动作 一次就是按下按钮之后 就可以把刚刚这四个栏位就分别产生的话 那该怎么做? 一样还清除 清除的话,当然就可以把这个范围给清掉 那首先的话,其实这里最简单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把公式 直接就是再输出到指定的这个范围 指定这个范围 那所以呢,我们当然第一步先把那个 101,110,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先分别把它完成 OK,那完成之后的话 后面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出两个按钮 分别就是清除跟输出热透彩 那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把刚刚做的动作 又再把它再做一次 首先第一个也是一样 我们先切到Visual Basic 所以刚刚这个 其实特别注意 还是要先确定说你那个名称是否正确 开奖101这个范围 是不是在D到J这个范围 不包含上面的名称 所以如果有错的话,尽量把它改一下 因为如果你这个范围定义错误的话 那后面的结果也会跟着错误 因为之前的同学也是定义错误 那结果跑出来结果不对 那合计的话就是这个范围 记得不包含上面栏位名称 D2到D43 OK 如果有错的话,你就直接修改 按打勾就可以了 好,那如何把它变VBA 第一步先把这四个公式先完成 那第二个的话呢 像刚刚这个 这个我刚刚 新的版本跟旧的版本好像有差别 旧的版本好像会出错 新的版本好像 没法直接用这个合计的定义名称 好像也只能指向这边 就是出唇格 好,那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如何撰写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先撰写那个清除好了 首先第一步一样是开发人员 Video Basic 那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就是来撰写一样 我先把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呢 撰写一个清除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打一个Sub 清除 OK 或者这样热透彩清除也可以 那清除的话呢 以前的写法 我们是单一栏 比如说这一栏 那因为现在有 总共有四个栏位 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 把它一次性的全部清除 那写的方法就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第几列呢 应该是43列吧 Ctrl 向下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追踪的 写法 43 Enter两下 打个NAS 那如果你要把那个里面的资料清空的话 你就打一个Sales 刮施 刮施 哪一列呢 第i列的B栏 等于没有东西 然后呢 再来就是C C栏的话呢 很简单 你把B栏写好的 复制下来 一般我习惯拖拉加Ctrl鍵 改成B 改成B 那这边 再把它Enter 然后这个 这两个 BCDE 所以这两个复制好了 这边分别把它改成 BC D E OK 那里面清空 那我不建议 你写完之后 马上就执行 因为你一执行的话 这些公司都不见了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复制公司过来做输出 所以我建议先不要执行 再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这个范围的程式 你不用重写 因为底下的热透彩 写的方法跟上面几乎一模一样 差别只有哪个地方不一样呢 只有这个里面 把公式放过来就可以 所以先把清楚写完 然后把这边呢 再复制过来 这边改成热透彩就可以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这个后面 加上公式复制过来 那复制的原理原则 就是跟前面讲过的是一样的 也就是如果有双引号 就要变两个双引号 如果有裂号的话 变成I 那当然定义名称有个好处 理论上应该就没有双引号了 这边没有双引号 只有裂号而已 OK 所以比较简单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过来 那当然确定I的位置 你可以点下面 其实这个地方是改成I 这个地方 这个也是改成I 那这两个的话 就是这个跟这个改成I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第二的这个地方 改成I就可以了 其实理论上这个下面 应该下面这个是改成I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 复制取消切到这边来 复制取消贴上 或者你可以先贴完之后 如果再来做修改 也可以啦 就是你假设一般如果说有多个栏位的话 那不管你就可以先贴完之后 再来修改 好 全部贴完了 那改的话就是这个改成I I的规则我前面讲过 算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的两个移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把 and的前后加空白 那 其实 就是 类似像这样 中间串一个I 那底下 其实 像这边有一个2 这两个2 跟这个 其实 你甚至 都不用重做了 把这一串 直接 贴到这个 盖过去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盖过去就可以 所以只要不要做错 程式应该蛮快就可以完成了 2 贴上去 这个 2 贴上去 这个2 贴上去 这个2 贴上去 这样的话程式就写完了 ok 好 那我们来试 另外的话就是 再把这个 对应到按钮 这个 对应到这个 这个好像改过名称 这叫清除 那这个的话就对应到 乐透彩 ok 好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看 按下这个按钮 全部清空了 按下这个 就ok了 所以我们 可以再把刚刚做完的结果 假设你经常性会做一些报表 那这个报表的结果都来自于固定的位置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做一个清除 然后把刚刚的公式再输出 他就一个一个一个的帮你把结果给 放到这边来了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吧 那后面的话当然 我们做完之后 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那个什么 就是 因为我主要会计算 机率 到底 主要是希望能够找出那个 排名是最高的 ok 排名最好是 因为刚好如果签 号码 应该要有七个啦 所以最好是帮我把 七个这个号码 看能不能 直接就帮我做一个 这个标注 让我可以很方便的知道说 第七名到底是几号 比如说前七名的 比如说二号还是几号 也不过涂在这里感觉好像 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最好是怎么样 我们是希望呢 看能不能如果是 他是 排名是小于等于7的话 帮我把这边的颜色涂一下 让我可以直接这样一目了然 直接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个 但如果每一次都要人工的方式来图的话 当然 会太浪费时间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这件事情 不要用人工的方式来完成 而是 写一个程式 也许是什么 帮我把那个 前七名的地方 格式化 变成 黄色的底色 那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把刚刚 我刚刚讲的 特别说 一开发人员里面 一样先插入一个模组 我们是先写清除 再写热透彩 那其实清除跟热透彩 基本上程式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只有把公式贴过来 改一下i就可以了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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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